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妈妈们最爱的节目 就是《拜托了妈妈》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那今天我们的守护官呢 是我们都非常想念的 张思来 张奶奶 欢迎张奶奶 欢迎张奶奶 未来守护官张思来 中国中医药大学 附属中西结合医院 原儿科主任 今天的嘉宾呢也是 其实前两天近距离 我刚刚采访完他们两口子 杜若西 欢迎若西 欢迎若西姐姐 大家好 2014年 演艺宽杜若西 宣布结婚喜讯 2018年迎来了 二人爱情结晶肉肉 演艺宽难掩一脸喜悦 成为妈妈后 杜若西娇羞可人 她是育儿挑战官杜若西 若西收完宝宝几个月 四个半月 要分享一下瘦身的秘籍 在月子里 我就请了 就是普拉提的老师 因为刚生完 不能剧烈运动 但是不代表不能运动 我觉得产后的运动黄金期 一定要抓住 我觉得15天就可以在床上 练那个不试呼吸 对 它帮助你收腹特别好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姑娘们 产后运动 真的不能等喂完奶了 很久你再恢复 那是来不及的 我生孩子之前157斤 后来临生头一天 我就没敢上秤了 我觉得我怕跌破160 因为我跟人打鼓 我哥跟我说 你严定过160 我说我不可能 他说你过160 我就给你送根青鸟 没过160 真东北人 没过160 对 那你现在多少钱 我现在106 真帅啊 天呐 你的人生同志666 666 就是说若琪这个体重 在她怀孕以后 长了50多斤 我觉得这是有一个 就是我们运气体重管理问题 我长60斤 我们俩都有问题 我觉得就是在孕前的时候 你准备怀孕的时候 就要控制自己的体重 那么已经怀孕了 但是我体重又没有控制好 那么在她孕期的过程中 她要控制自己的体重 我们这个表呢 就是算她的生命质量指数 就是拿公斤数 比上身高的平方米数 这个蓝的是指我们国人的 那么就告诉你 你在怀孕的这个阶段里 不同的体重 你的体重增长应该在多少 所以我还是希望 我们的妈妈 在怀孕的这个阶段 到你生孩子的这个阶段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 因为这个体重 不一样了以后 那么她生的孩子 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她低体重R 或者是巨大R 巨大R 若琪的孩子就属于巨大R 我女儿的孩子也属于巨大R 巨大R 因为她是属于 生下来是4150个 也是巨大R 也8斤多 8斤4两 那么她也是这个巨大R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孩子巨大R以后 她埋下了将来的健康的隐患 比如说代谢性疾病 肥胖症 还有其他的好多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妈妈 以后你要怀孕了 或者准备要孩子了 按照这个表来控制自己的体重 这个表也是我们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 张妈妈放在 我们把这个表放在 我们拜托了妈妈的 进来美国 大家参考一下 而且我觉得今天你要谢谢我 因为好多人想认识张奶奶 我这个健康绘本是四个症状 发烧 咳嗽 腹泻便秘 怎么处理 这个先给孩子看 然后后面是给家长的一封信 所以因为孩子一生病 家长焦虑也带着孩子焦虑 所以看完了这本书以后 孩子也知道 自己生病了 怎么处理的 这书在山上换座了 谢谢张奶奶 我这个绘本已经被印度图书公司 买走了半圈了 男人都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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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谢谢张奶奶 谢谢 来 来 你怎么都不肯 才不肯 这套好 奶奶 还有这本 这本书呢 它是一个工具书 所有育儿的知识 你只要去查 大概你都能查到 太开心了 我这种新手妈妈太重要了 送给您 谢谢张奶奶 谢谢 今天我跟你讲 谁生孩子了 别送别的 送点书的 对对对 都是为了你 姐姐们别客气 先坐吧 来来来来 今天我们刷刷朋友圈 其实是有一个话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 VCR 痛 转变 幸福 愤怜 焦虑 紧张 崩溃 轻松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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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 患得患失的感觉 我其实之前怀孕的时候 抱着很大的期待 做月子是很金贵很金贵的 要很专业的一个呵护 我觉得我全程都没有哭 其实人家不是说 女人是什么十个月的公主 一个月的皇后 一辈子的操劳 然后就觉得 这一个月应该是最爽的 宝宝出生以后带给我的 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焦虑 我完全不适应 在月子的中下期的时候 我就躺在那边 好像就看着天花板 总是每天幻想着 有这么一根绳子吊人的 我就觉得想把头放上去 就好像是我生了一场病 但是却因为我没有咳出生 没有流鼻涕 家里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生病了 小孩也不管 就是来看一看 真的是爷爷奶奶来欣赏这种 欣赏完了 然后走了 可能我有的时候有压力了 不经意中吧 可能会把这压力就转嫁到妈妈身上 小孩怎么又哭了 你告诉我为什么哭 她也不知道 看到自己的朋友都在事业上有很多的进步 回头看看自己好像在原地 觉得根本不太清楚未来的路在哪 我认为第一位的还是先生来管 其实我这个角色是很重要 我认为是很重要 对 就也许她并不需要具体地去做很多事情 但是只要她在 我就会觉得很安心 在生产完之后 我都一直不敢看自己的伤口 从来没有看过 我就问她 我说我的伤口会不会很丑啊 她说不会啊 她说你看她像个笑脸 我当时就放心了 其实对你一直是很感恩的 这是在我生命中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这是排第一的 就心情挺不平静的 我觉得我挺心疼他们的 有的人愿意露面 有的人不愿意露面 但是我感觉到了 包括刚才采访到的 包括我周围的朋友 场后一绝不是少数 对不是少数 而且大家甚至不敢承认 主要是我们没有认识这个疾病 我们名义上说一个月是在做皇后 实际上一个月之内的妈妈是非常累的 而且她要不停地喂奶 白天呢也要喂 晚上呢她又休息不好 所以她的抑郁就会发作的就是越来越重 老公对老婆的关怀 是比她的父母对她的关怀更重要 刚才张老师说这个产后母乳妈妈 我是特别有体会 今天我刚刚在那拍照的时候 我就打了不下六个哈气 就是一直是处在睡眠不足的状态 直到现在还是 昨天晚上是怎么一个做喜事件跟我说说 其实这段时间最大的是身体上和精力上的 觉得很透支 因为我家里没请阿姨带孩子 我从生完就自己带 母乳没法休息 两个小时吃一次 我家宝宝又胖 她胃口特别好 我记得有一次 我躺在床上两个半小时 喂完这边喂那边 因为小宝宝她不像说是长大了 她会吸个十分钟就饱了 对 她不好好吃的 她吃两口之后要哭要闹 你得拍拍嗝 拍嗝嗝十分钟再喂 然后她又呛 因为奶阵来了她要呛 要再给堵一堵再喂 然后再拍嗝 我就觉得当妈的那种心 可能别人你没有办法像这种 你再累也挺着 你有没有边哭边喂的时候 没有 你真的好坚强 太刚强了吧 其实我是有抑郁的 刚生完的头几天 我们宝宝拍满月照 一堆人过来给她拍照 然后大家都在看孩子 我当场就哭了 你才这个 下面的窗户不是应该是我吗 是我啊 这真的是挺挺有意思的 要姚淼就克制住了 你就哭了 我傻了 我那里面都走吧 我现在人太多 你们都在看孩子 你把人 孩子全围那儿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拍拍拍拍 然后我作为一个妈妈 我还很胖 我刚生完130多斤 太可爱了 你给我让个地儿 没有人给我让个地儿 全在那儿围观孩子 当时给我气的 然后我就坐在床上 然后他们也没人管我 我说你们都出去吧 但是我又想起来 就是很快 过去了 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这种疲惫 但是就有一个妈妈说 她好像也是刚强惯了 我就是不允许自己 软弱 这是不是激素水平啊 还是怎么样 就是跟她激素水平改变有关系的 也跟家庭的支持 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看了一个 她老公跟她说 我觉得那个关怀是最重要的 对 真的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家长 爸爸就说了 说的 哎呀 这个孩子夜里老这么闹 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这样吧 我上客厅去睡觉去吧 都这样 其实这样是最糟糕的 这个给处在一个抑郁状态的妈妈 是最不好的一个打击 这个我都有心理体会 我怀孕四个月了 她那个四个月杀青了 她说我就不接后面的戏了 我陪你 她就陪我每天三部一万部 对 这个方法是太好了 太好了 从生完孩子一直陪的 然后他们俩跟我讲打卡 那天那个因为严宜宽讲的 特别说我们俩到处拔草 我还在想 这俩人怀着孕怎么去路边拔草 她就是基本上不工作了 陪着她 就看陪伴特别重要 陪伴很重要 我生完了 我当时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特别爱学习的人 虽然就是夸自己 但我都会说实话 是的 是的 长得很好看 主要是这个 别的不行 自己努力来凑一凑 对 然后我在生之前 我就不停地查各种资料 我就看怎么瘦身 怎么对抗产后抑郁 生完孩子 跟家人怎么相处 我特别担心这种问题 因为我以前跟我婆婆 还有我公共关系都很好 但是在我怀孕那段时间 发现有几次 我特别计较他们 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觉得这样不对 以前我特别大大咧咧一个人 我不会计较他们说什么 就敏感了这段时间 敏感了 我觉得他针对我 对 尤其是孕晚期这个阶段 对 对 对 最可怕的是我认为 他喜欢孩子比喜欢我多 哎呀 你们就很 说这个说对了 首先依依我必须肯定一下 我老乡姐姐 对 刚刚我其实特别感动的时候 一直都在这儿hold着 只是有点鼻酸 一挥头看到我两位搭档姐姐 你又不是产后抑郁 你干嘛难受 但是我能够感同身受你们 我毕竟是中国最知名的 妇女之友嘛 对吧 所以我看两位 我生日当中很重要的搭档姐姐 你们两个都不及事类的时候 我很感动 其实我做过一个巨像的梦 我的媳妇长什么样子都很巨像 生了孩子以后 她也是非常敏感 然后有一天跟我吵架 说你爱孩子比爱我多 后来我记得 我在梦里给她的回答 现在油然清晰 我是这么跟她说的 我说老婆 你要生我生命里谁最重要 一定是她 为什么 首先一 她是你为我生的 二 我认为我们俩是一个人 她不是我最重要的人 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人 哎呀 我好感动啊 天哪 你连这个男子都想好了 太会把妹了这话说的 都是沈阳人 差别太远了 因为我觉得产后抑郁不是个例 像静姐或者是杨淼姐 她们其实都是很独立的女性 刚刚步进室内 一定是因为有过一个曾经的缩影 我给大家说一组 我们做过的数据调查 产后抑郁症是指女性 在产入期出现的明显的抑郁症状 或者典型的抑郁的发作 有时候是情绪 慢慢泛大之后 就会变成产后抑郁症 发病率在15%到30%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这么高啊 这个产后抑郁症 在产后的6周内发生 可在3到6个月自行地恢复 但严重的一个持续在1到2年 才能够逐渐地恢复 再次认成的 则有20%到30%的复发几率 所以它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你怎么收老二还会复发呀 那是又一个产成的过程了 所以我在全国每次讲课的时候 我都讲举我在给你们做节目的这个例子 我老举这个例子 我说我在给拜托了妈妈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我们很多的演员的这个老公都对老婆特别关心 我就讲了小萌的那个例子 我就问小萌 我说小萌 我说你的孩子夜间谁哄啊醒了以后 他说的是那个 帮磊 帮磊哄啊 我就爸爸 他亲得见吗 戏好多啊 太醒了吗 醒了 醒了 然后他说 他说你睡一会儿吧 我来 我来 然后还是不错的 早上醒来他跟我说 胳膊好酸啊 一直给他做那个人工的那个海盗床 爸爸哄他是最好的 因为孩子尤其是母乳未养的孩子 他只要闻到妈妈身上的味儿 他就要吃 那我是把他放在床上睡呢 我从生完他坐了月子 就一直在我旁边睡呢 别给一张床啊 你把他的婴儿床 放在你的大床旁边 对 这个小床挨着谁呢 挨着爸爸 后来底下不是有好多观众吗 就给我哗一鼓掌 我得仔细看 我说给鼓掌的人都是谁啊 我也看全是妈妈 都是媳妇 我们一个朋友的同事 他觉得完全不知所措 因为有我妈 有阿姨有老婆 我不知道该怎么参与 我躲起来 不添乱 因为一添乱就挨骂 特别厉害 结果这个天天成为我们公司的那个优秀员工的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照您这么一说 这个躲起来反而更加重了 对吧 对 那你想想啊 本来这个生的孩子是俩人爱情的结晶 你结果到这个时候 那爱情结晶的另一方不在 咱们家严义宽是躲了还是 说真的 我觉得特别 我特别有心机的一点是我们家人有群 我在生孩子头两天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微信大伙发的内容 就是他的生完孩子 他老公怎么怎么对他 家人怎么怎么 就讲了一个极好极好的婆婆和公公 就是都是在说 哎呀媳妇你辛苦了 你不容易啊 然后看看孩子就行了 我把他丢到群里了 然后我老公就完全盖起到我的脸 等我被推出产房那一瞬间 婆婆和我妈还有我爸 就直接奔着喊着走了 只有我老公一直在旁边 我不去看孩子我要扶着你 然后一直陪着我去病房里面啊 月子里呢 我觉得我老公是特别容易 能知道我想要什么的 我一讲什么就懂 所以他 而且你还是得跟他讲 你得告诉他你要什么 你这个对 要讲 你怎么讲 你给我们 没事就发觉你妹妹 我觉得特别对 就是说我们老觉得因为你爱我 所以你要通过所有的心理活动 这是一个非常不要错误的 我们必须要用非常智慧的方式 不要明要但是要明示 我有些话不好说的话 我会发信息 我记得有一次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有一些矛盾 然后我老公生气转身走了 我也发短信 我老公我觉得你这样做的是不对的 我希望如果你怎么怎么做 我觉得你一定是很棒很棒的 回来了 我老公说老婆你误会了 其实我怎么怎么想的 我知道你应该理解我的 好下次我知道我这样 这个等处理方式有点不对 我希望不讲 还有 完美 我给你讲 我产后抑郁的时候是这样的 因为我脑子里知道是抑郁 然后我就哭 你们别理我 我现在是产后抑郁 就我们要正前处理这件事 但他说 他什么都明白 我产后抑郁 我想大吃一顿 结果弄了个月子餐 简直是没肉 没味儿 然后哭得又 这也是抑郁的一个点 因为我长了六十斤 我好奇杨淼姐 你呢 你肯定也有吧 我没有 我跟他说了我没有抑郁 因为我不允许自己抑郁 但相反的 我觉得我先有给我抑郁 男的也抑郁吗 后来我就一直在想 我也想今天求证一下 男人会不会也有产后抑郁 因为我觉得他处于一种 手足无措的状态 还有就像静姐说的 他那段时间也特别喜欢加班 我觉得男的都郁闷 不抑郁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调查的 男性产后抑郁症的 患病几率为12.5% 直比女性低 0.5个百分比 这就意味着 每十个新的爸爸当中 就有一个人患有产后抑郁了 这是很高级 真有男的产后抑郁 我家念讲这段剪掉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心理专家 来给妈妈们介绍 关于产后抑郁 怎么去解决的几个小方法 其实产后抑郁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 妈妈生完孩子以后 激素导致的 那康复的方法有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 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就是运动 当你有抑郁情绪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自己沉浸 在中间不能自拔 要跟老公聊一聊 要跟你的闺蜜聊一聊 要获得社会支持的力量 有跟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冥想 在心理学上会专门研究说 冥想是真正的能够改变大脑波段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阿尔法波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你可以放上音乐 你可以点上蜡烛 点上香薰 就是怎么让你舒服 就怎么来 可以设置一种想象的场景 在这个场景里头呢 你会觉得很放松 很安全 很温馨 很温暖 那这个时候 妈妈就会给你的内在 有一些新的力量 那妈妈呢 这种情绪可能就会越来越多 好 我以旁观者甚至男性的角度来想 每一个妈妈其实内心都有一份 特别的孤独 尤其是在做妈妈女后 其实这一切都会对你的生活 造成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其实你们可以试想一下 曾经你是一个 也会跟姐妹一起去嗨提 下午茶 喝咖啡的女孩 但是现在你有多久 没有坐下来喝一杯咖啡 多久没有好好的 去跟朋友享受一场电影 或者是你现在刷的哪瓶 比你前二三十年 刷的晚还要多 这样的日子 可能就是你当下的人生了 你会自己告诉自己一下 说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 你生活当中 好像没有灵魂伴侣了 你的灵魂好像都在其他的地方了 灵魂无处安放 而且其实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现在有多少烦恼 你的每一件烦恼都解决了嘛 你的烦恼应该如何解决 这些全都是无数个问号 在你的头上出现 佳妮 你不能再说了 因为我觉得我又快哭了 而且佳妮 你真是完全不愧于 妇女之友 妇女之友啊 是 你说的这种话特别对 特别像夜间节目 而且妇女之友有一个能力挺好的 就是总结归纳能力 这个是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的 其实把您的这些体会告诉我们的 也是很好的一个出口 也是一种分享 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登陆微博 来搜索母婴威时代这个话题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也是跟我们的育儿大V们一起聊一聊 您生活的模样 在12月22号呢 微博即将举办 母婴威时代 威影响峰会 在这个峰会上面呢 多位的母婴育儿界的专家 还有很多的权威大咖 他们都会亲临现场来分享 他们生活当中 或者跟孩子相处的故事 以及很多的行业见解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 来 大V先来开场分享 对 大V 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产后抑郁的不是很严重 就是因为一直很忙 就我把自己时间安排得很多 而且我在这个忙的过程当中 接触了朋友 工作伙伴 包括我会在想怎么减肥 我脑子一直在转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妈妈 她生了孩子以后 她全身心的心思 就在我的孩子身上 朋友也没了 朋友也没了 啥都没了 所以到空前的时候 她就开始抑郁了 今天这个话题特别好 所以我也希望 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 每个人处理这个情绪的问题 有很多种 但是我觉得第一点 不要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情绪 我要把它搂着 就是我要表现出来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你的权利的情绪 第二 你一定要像若曦刚才这样的 要把它说出来 对 不要让男人去猜 让婆婆猜 周围人猜 第三 我觉得 我是非常推崇方向疗法 比如说葡萄柚 甜橙 快乐树尾草 柑橘鼠类的精油 它是常年接受阳光的照射 大家知道你看到 夏日葵是不是很开心 因为它那个就是对着太阳 所以这是我学到的 还有一个也要告诉大家 就比如说作为老公 可以多给你的老婆 买一些橙色的食物 橙色的 为什么叫橙色 橙色 柑橘鼠类不就是黄色吗 橘子柠檬 对 或者可以直接给自己的女儿 起名叫橙 橙色 也希望每一个人快快乐乐地 不要去惧怕生育 谢谢大家 谢谢分享 今天究竟是谁要来 爱的我们的守护官 张思莱张奶奶呢 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她说呢 我是一位准妈妈 产后一定要尽早进行 肌肤接触给孩子开奶 让孩子第一口吃上的是母乳 而不是配方奶 这样宝宝不容易过敏 而且体格好 请问是这样的吗 那若曦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我是给她吃的猪卤 因为我奶还挺好的 就是生出来之后 她就一直在吃我奶 但是只有当天夜里 当天夜里加了个十毫升 还是五毫升 因为她怕在夜里 那个饿不够 然后医生说 其实也不用那么纠结 因为现在的配方奶 也不是很差 你第一口给她吃到母乳了 晚上其实还好 加一点点 我觉得孩子生后 应该第一口的食物 就应该是妈妈的出乳 因为在这个时候 孩子的吸引力最强 我们要想成功喂母乳 我们就要这样做 她跟妈妈基辅相接的时候 把妈妈身体中的 益生菌给了孩子 给她建立了 她免疫的屏障 所以我们建议 孩子出生以后 只要她生理体重下降 不超过7%的话 你就要坚持母乳胃啊 在这里头不要给孩子 添加配方奶 尤其是对于一些 贵过敏高危的 这个父母来说 你如果喂了她 第一口的是配方奶 很容易造成以后 她对牛奶蛋白过敏 你那天晚上 不用给配方奶 对 真的呢 我当时就有点后悔了 但是就喂那么一点点 之后就一直没有喂她了 你说这什么心理啊 就怕她哭 对 怕饿 怕她饿的 像我们这种新手妈妈 刚生完不是很懂吗 都是慢慢学会的 如果我生二胎 坚决就 我再 说得对 但是我想问一个 就是有点小白的问题 就是这出乳 到底指的是 多长时间以内的 都算出乳了 对 生后孩子 七天之内都算出乳 有机会 七到十四天 我们算过度乳 那么十四天以后 算承受乳了 那我反正动起来 到现在依然还是出乳是吗 母乳的 储存 如果你是在放在冷藏室里头 就是负四度以下的冷藏室里头 不要超过七十二小时 放室温底下 不要超过四个小时 如果你要是放到冷冻室里头 我们这冷冻室指着负十八度 那么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冰箱啊 往往家庭是混着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平常老开拉冰箱门 或者是你再放其他的东西 冰箱内也很容易污染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建议你 当给孩子买这么一个冰箱 这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他们说母乳 对妈妈的好处也特别大 比如说很多人快速就瘦身了 对啊 他在吃母乳的时候 还可以刺激公缩呀 刺激公缩以后 你缠乳期这个肩带 所有的恶路就排泄得干净啊 另外还有一个 你可以预防什么 二丁糖尿病 卵巢癌 还有一个就是乳腺癌 所以目乳未养的好处太多了 就是你看到很多人说你怎么瘦的 我这没锻炼 我就是喂奶 是瘦的 你看 这不就是成功案例吗 瘦五十斤 然后我只是晚上不吃高糖分的碳水太多 但是以高蛋白为主 但是我觉得若西这种饮食的习惯 其实跟好多的母乳妈妈还真是不一样的 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就关于母乳妈妈应该怎么来吃 其实这个话题 我们还有一个妈妈要来爱的守护官 我们来看看 好 我是两个月的宝妈 我的乳房很小 一直担心乳质会不够 到底能不能满足宝宝的需求 怎样才能提高母乳的质量呢 这个乳房小跟乳质量有绝对的关系吗 不 它主要是它有个错误概念 它就认为这个乳房大了 乳质就多 还有都这么认 实际上我告诉你 乳房里还有大部分脂肪组织呢 我们奶多和奶少 主要看它这个乳导管多不多 乳腺细胞多不多 所以有的人乳房很大 里头全是脂肪组织 所以那就不一样了 后面那个问题 其实就是刚才若西说的 怎么样提高母乳质量 因为我们习惯的饮食都挺油腻的 但是我听刚才若西说 她在这个月子里面 其实并没有吃那么多 主食都吃得比较少 就是妈妈在这个阶段里头 我们最建议的 一定要食品多样化 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A的 这些个动物性食品 海产品 我们建议海产品 每周最好吃这个两次 就是因为我们孩子 在发育的这个阶段 因为他大脑发育的不成熟 所以他必须要补充DHA 所谓我们说的脑黄金 如果妈妈说的 我对海产品过敏 那么我就建议 每天补充DHA200毫克 另外还有一个 妈妈在这个阶段里头 每天我们建议 1000毫克的钙要摄入 这个钙你怎么补充呢 每天保证500毫升的奶量 然后其他的这个钙呢 是通过我多吃一些豆制品呢 涵盖丰富的这个食品来摄入 同时要给自己补充维生素D 每天起码就是600到800国际单位 所以妈妈在这个阶段 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你看听张奶奶说 又看若曦说 我就知道 我们坐月子的时候 就没必要把自己搞得特别油腻 其实我们一样可以坚持很健康 包括很清爽的这种饮食 但是就民间还有好多偏方 因为就好多妈妈 看自己的母乳的时候 她会观察 老觉得 我这母乳怎么看着这么寡淡呢 那我这宝宝吃了 它能长个吗 能有营养吗 不飘油花 对 就有好多偏方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到实验区去 鉴定一下 这些偏方究竟有用还是没用 就这些都是流传的民间的偏方 说实话 我坐月子的时候 就吃过其中的几样 莫熙你这里面吃过哪个 坐月子的时候 我觉得下奶的应该是这个和酒酿原子 因为有木瓜 然后有鲫鱼 然后有酒酿 而酒酿原子可是喝酒行吗 它毕竟有那个酒的成分嘛 但他们说高温加热之后 它的酒精已经没有了 好像是 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点回奶 参加录了两档节目 压力太大 有点回奶 我就吃了两天酒酿 然后让孩子不停地侵畏它 又长回来了 我们现在临床研究 发现这些个汤都没有醋奶的这个效果 这都是民间传说的 一个都不行 效果都不好 但是哺乳期的妈妈 我们也确实需要增加液体量 喝汤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认为通过喝汤来让你下奶 这个是一个误区 另外再一个酒酿 挺好吃的 我们现在这个酒酿 大约的酒精的含量 起码在五度以上 你吃了这个以后 半个小时 你血液的这个酒精含量 就是五度左右 那乳汁里头就是五度左右 但是刚才若汐说 她吃完那个酒酿之后 她那个奶水量确实就恢复了 就好了 而当时她还说 她除了吃了酒酿之后 还让孩子不停地吸云 然后这个奶量就上去了 对 其实它真正起作用的 就在那吸云上的起作用了 它刺激了垂体前液 然后让它分泌 氨乳素 那么这个氨乳素产生了以后 那么奶量就会增加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这个让它反复地吃 它是一个感情的交流 在感情交流的时候 促进了垂体前液的 这个泌乳素的分泌 就妈妈们特别爱 去研究自己的母乳 对 就有人就觉得 说怎么看这么寡淡 你也是会看 对 我那时候奶有那种 特别淡的像水一样 然后有一点点白色的很淡 有的还分层 对 有的时候又很浓 然后有的时候偏绿色 我就特别担心 绿色是怎么着 我吃什么了呀 然后淡了 是不是营养不够了呀 然后我就让我们 就家里多做点什么肉啊 让我吃 这有关系吗 对 那你这还好 有的妈妈一看 自己那奶是绿的 或者那么清淡 她就不给孩子吃了 她就觉得 这吃了没准会生病 或者吃了也没营养 对 这个有很多的家长 会有这个误区 其实我们吃奶的时候 孩子你最早看见的是 前奶 前奶是以蛋白质水为主 那么后奶是以脂肪为主 所以我们常常说 前奶解渴 后奶解饱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到的是 前奶 前奶就你就显得很清亮 你就认为没有营养 实际上 她给了孩子的蛋白质 但是我们后期 后面的这个奶 她脂肪含量高 所以她解饱 对 那刚才你看若西说 她吃那个酒量 然后张奶奶就说 其实酒还是不要 向小朋友接触 但是我记得 我当时特别注意忌口 就是辣的不能吃 或者什么苦的不能吃 剩下了 我自己也没什么可吃的了 剩之前我就赶快 吃一顿辣的 就怕喂奶之后不能吃 但这段时间实在忍不住 又怕对她的母鲁不好 包括你像喝咖啡 对 可乐饮料不能吃 就是母鲁的那种阶段 张老师您说 就真的一点都不能吃 妈妈的饮食 一定要食品多样化 妈妈在孕期和哺乳期阶段 你喜好什么食物 你孩子出生以后 添加腐蚀以后 她就容易接受这个食物 这是第一个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个 在哺乳期的妈妈 一定要什么 戒烟 戒酒 尽量不喝咖啡 即使你想喝成瘾了 我们建议每天的咖啡因 不要超过100毫克 另外一个 拒绝二手烟 三手烟 其实我们现在三手烟 对孩子的危害非常大 什么叫三手烟 三手烟就是我们 吸烟的那些粉尘 威力 落在你的衣服上 落在你的窗帘上 落在你的床上 所以这一点就非常要注意 所以妈妈在这个时候 你在哺乳期阶段 一定要遵守这些个规矩 才这个家电不是说 在我们节目收获特别多吗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 可以让看电视的爸爸妈妈们 都有很多育儿方面的知识的收获 还有干货的收获 包括先进的里面的收获 所以请您一定别错过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 就是每周四晚的21点25分 拜托罗妈妈会在山东卫视 准时和您见面 是的 那同时也要在这里提醒 各位时髦的宝爸宝妈们 你们如果想要关注 更多我们节目的信息的话 除了关注我们的 拜托罗妈妈的微信公众账号 和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外 也要在小红书和抖音 等等时髦的APP上 搜索拜托罗妈妈的公众账号 我们当中有特别多 时髦的信息 让你成为时髦的宝爸宝妈 对,大家可以到网上去 多看这两本书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手妈妈 就特别有收获 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我们的口号就是 做妈妈很OK